演出方也分三种 演出方 有一种特别好 比如我们北京合作这个演出方 合作五十来场大型上演了 特别周到 他给你想的心货里边 从你去场门口一下车 人家公司全体那等着你了 接近屋里去 哪喝热水的 哪是泡茶的 哪是什么凉的饮料 甜的不甜的 各种吃的食品 给你准备买屋的都是 非常周到 照顾的特别周到 你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是的 这是有这样的 第一种 第二种咱别说是哪 你说 我见过我们这样的演出方 郭先生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这还不说是哪呢 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 这是真事 前年的事 你喜欢吃点什么呀 我说我就是来碗刀削面就行 哎呀 真是太好了 我是客气客气 这孙子当真的了 真吃面 他最早点的菜 他真上后厨高峰 全部要了 一碗面就厚了 哇 真是 包括庆功宴的时候 孩子们在屋里等酒 后来服务员都哭了 别催了 你们主办方都给退了 退了 说让你们少喝酒 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在后台弄点水的呀 你等会我车里有 给你拿三瓶的 三瓶 我这么心事喝三瓶 那剩下的可这么厚啊 整个的体育馆 不交暖气费 去了二十来人 回来个个都感冒 这样的演出方 有 还有第三种 咱别说是哪 又不说 郭老师让你体会一下 我们的热情 下回您还是说出来 哪人的 不能说 这都真事啊 是啊 一到了这个机场 接你远街高营 但是一般来说 应该下了飞机 接到酒店 先休息一下 调整一下 但是这样的演出方 都没有 先接着你出去 他这一趟街 二十多家饭馆 他可都收钱了 每个饭馆 那会儿过来横幅 与郭德纲共进午餐 每位两天 你也不用吃 你就到门口 跟这些人照张相 他都收了费了 这一趟街二十家 你得照五十来家 这完事 什么卖鞋 卖方案服 卖袜子 烤串洗衣中心 带你转一天 先照相 你只要不照相 就把枪掏出来 我们一起很厉害警力 好嘛